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这也都什么东西 随身包包里搜出一包又一包的安非他命 陈信毒虫遭警方盘查 一看到警察就心虚落跑 不只是因为自己身上藏有毒品 原来他还有弃安在身 手里抱着沉甸甸的物品快步走在大街上 还不时东张西望 生怕被抓到 因为他手里抱着的可是从民宅里偷来 价值百万的珊瑚 作案后立即骑车逃逸 早上就七点多回来 门怎么开两个人两个门都开一半 屋主一回到家 发现展示柜的珊瑚不翼而非都吓傻了 警方调阅周遭监视器 发现窃贼的机车换过车牌 但安全帽的花纹特征太明显 以帽追人掌握行踪 在原山乡公寓埋伏歹人 那他在大楼之间逃窜 一下东逃窜一下西逃窜 逃窜的过程中 造成他自己额头多出一个受伤 脸上没脚明显瘀伤 嫌犯和警方追逐跑了十分钟 从一楼跑到六楼再往一楼逃 过程中闪到腰摔倒重伤 被警方压制在地 只好乖乖就范 他公称把珊瑚交给同伙 卖掉后就能得到五十万 但都过了一个星期 还没拿到钱就被警方逮到 后续将进一步追查珊瑚下落 希望帮屋主找回百万收藏品 记者林医生线文响文财亦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